午安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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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在於新的一天 我們今天是Double Dating Yup Yay 兩隊約會 我們沒有坐錯位置喔 所以是妳跟她 對 我跟他 我跟吳凡怎麼這樣子啊 講約會的 因為一般隔菜都隔這樣子 一般情侶要對坐才會比較有情形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互衛囉 好噁喔 我們今天來體驗最近新開剛來到台灣的 村上牧場 上村牧場 對不起 我們今天來到日本很有名 剛來到台灣的上村牧場 我們兩個都丟包了 他們小孩去上學了 我們小孩就丟包了 我們是被丟包了 懂嗎 到哪裡嗎 他們好像很有名的是和牛 對 他們那個是很大的正宗日本和牛燒肉 他們這一家的日本和牛也是最頂級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和牛吃到飽 好爽喔 一個套餐三種時間 時間50分鐘75分鐘或100分鐘 這個套餐它是比較特別 它是這一頁的部分 才可以點的限定商品 那這一頁比較招牌是嗎 這兩個什麼不一樣 雙醬和牛它是油脂比較多 肉質的部分它是瘦肉比較多 基本上和牛油花的部分也是上比較多 就是這個會更油 那比較便宜的是哪邊可以點 經典的部分的話就是這一頁的部分 五花肉部分都是用美國牛 這是基本盤 基本盤部分有肉片 牛五花以及橫膏膜 這邊的話一樣會有飯麵 以及其他的豬、羊、雞 以及我們有鴨肉的部分 然後飯類以及甜點的部分都有 它差別就在於它的限定商品不同 像這一頁就是 所有的套餐都可以點 所以差最多的就是這一頁而已 這一頁 對對對 威士忌跟啤酒 這怎麼可以錯過呢 這邊就是這樣點菜的方式 幫我點入之後加入購物車 那再按訂單完成 訂單送出就可以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菜單 它應該是有不同價位對不對 有它有不同的價位 它要分兩種 你要點這種經典的話呢 就沒有隔壁的和牛 所以如果你想吃和牛 你就要點隔壁的和牛 哦 分有和牛跟沒和牛 對對對 可是來的話一定吃和牛 雖然價格上自己心裡 要有那個價值觀偏差的心理準備 我看到一個關鍵的 三歲以下免費 有個三歲啊 啊對 不行 沒有 bonus 所以當然今天就丟包啊 所以今天我們兩個 就算兩個人份 然後他說點這一邊的啊 才可以點這邊的特殊菜單的部分 這是什麼 這就是比較高級的是不是 對對對 因為你看這邊有和牛 你知道薩摩牛是什麼嗎 就是指他們在日本鹿兒島飼養的牛 然後他們是等級最高階的牛 薩摩牛就是和牛 只是說薩摩牛是和牛種類裡面最高階的 日本九州是最大的那個私域的地方 他們說那邊天時地利人和都非常棒 所以很適合養牠們 然後薩摩牛又是所有和牛裡面最高階的 它是A4等級以上的和牛 才能叫做薩摩牛 妳在想要流口水了 而且這個甜點看起來好好吃喔 對啊 這甜點很愛對不對 就我想吃 就之後再吃 然後我剛剛看一下它的菜單啊 它好像是分時間 就是如果我們現在選定要吃和牛的話 它有分50分75分跟100分 那如果是女生的話 搞不好50分就夠了 就吃飽了 那你吃飽就不要久呆 你就趕快走 對 你就可以省400塊 你久呆不了 因為它那個iPad還會把你自動關掉 他們要點100分 我們點100分 我們有100分嗎 我們當然100分 100分的情侶就要吃100分的燒肉 是 因為其實只差100塊 就覺得100塊好像可以再多買25分鐘 好像很划算 然後飲料要夾夾對不對 飲料是 五酒精的是49 阿有酒精的是399 下面這四個感覺很厲害耶 要點這個的才可以點這四個對不對 沒有 是兩個 你兩個好像都點得到 真的喔 對 這是很大塊 你看這個超大塊耶 像這個鑽斧豬排 它剛剛說這個放下去就一半的空間就沒了 真的假的 平常吃這個一塊就飽啦 對 但是其實是點得到的 這個不要點太多 不然你這樣一兩塊就飽了 那我可以開動了嗎 你可以開動喔 喔其實蠻多的耶 都可以點 可是我覺得我就是貪小便宜的心態 我會想要全部都點合點 感覺超賺 因為合牛真的超級多耶 四片可能就要幾百塊耶 嗯 它其實還有很多啦 小朋友可以不只吃牛 你可以幫他們點其他他們可以吃的雞豬羊鴨 除了燒烤之外其實還有其他東西 它還有麵麵的菜還有壽司 所以它點餐也是用平板 對 都是平板 可是我覺得他們可以再進步一點 像現在很多那種用平板的商品的話 它就直接用手機掃QRcode 就可以直接用自己的手機 喔 掃機那個 每個人也可以都可以點 不會說只有一個平板 只要我們四個人就有四個台手機可以點 不過這趨勢啦 以後他們一定會這樣進步 因為他們剛來嘛 我們要給人家一點時間 你不要逼他 我剛剛已經有點這個喔 我先點了這兩個 然後它也有基本盤 基本盤剛剛已經送了這兩個 鵝牛 這就是鵝牛咧 這油花看起來蠻漂亮的 對 意思就是說 NONO這不是你的唷 下次就是如果我們家全部都來的話 還有他們家全部都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這樣做 然後哈囉 對 他來了 他上面有寫說 你點的是哪一個耶 他有幫你分類 很像高級鐵板燒 後面會擦得起 他了解我們的心 就是說我們點的這個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他有說這個特選雙醬和牛就是油脂的比較多 他們是薩摩牛 所以他們的油脂分布都會很均勻很密集 這個精選呢 就是吃瘦肉比較多的部分 如果你喜歡吃瘦肉 你不喜歡吃那些油的話 你就可以點這個 我就問一句 有人吃燒肉在點飯的嗎 吃餐啊 我就是想吃吃看 好 很奇妙的是 你剛剛點飯我唸了你一下 但是老爸點了這個咖哩 我要吃好啊 沒關係啊 你會掌護唸他 你會掌護唸他 他點的比我還奇怪 你知道小三永遠都是對的 所以按了他就回去了 嗯 他來了之後拿下來 只要按完去跟他翻擺就可以了 眼罩喔 還叫我錄影 沒禮貌 我們平常都這樣子耶 你不在的時候都會這樣 紙味和牛 紙是那個剩紙的紙 喔又來了又來了又來了 這是我點的蒜蒜沙和牛 四川風味 所以不管是什麼口味 他就是另外配一個那個醬料給你 這不知道是我們第幾輪 這是第三輪 喔又來了又來了又來了 喔這超大的超大的 這是豬肉吧 顏色算不錯 還是圓塊 那跟我臉一樣大 醬汁的部分 加到鋁箔和包裝的部分 都可以直接放在烤網上面做加熱 奶油融化了之後 醬汁滾了就可以拿起來了 我們現在有了四個很大份的肉 你們兩個多久沒約會啦 還好啊 還好啦我們今天晚上只要約會啊 有拍片就不算約會喔 有拍片就不算約會喔 我們現在都把拍片當作約會之一 老不老心的生活就是這樣 每天一起洗澡的時候還講 但是你有樂在其中嗎 就是 也還OK 就工作啦 因為壓力大你知道嗎 最近有一些壓力要努力賺錢 可是我們的工作就是 生活跟工作 比較沒有辦法真正的分開 很難啊除非你退休 可是一般如果去給人家請的話可以 休假就是休假 會可以 你的責任 你的薪水 其實這些東西 它是相互相互 喔對啦 你領越多錢你的責任就越大 對都是這樣 不管是哪個行業都一樣 喔真的 其實我們也滿幸福的啊 只是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把工作跟生活分開來 我覺得我們都算是在工作當中 熱在其中 還算是享受 本次就跟我們講說 欸你們每個月都有酒店可以住 哪裡有什麼困難 啊有時候我就會想說啊 這樣講也沒錯 我們就盡量往好處想 這樣子 其實我們真的已經很幸福了 對真的算啊 可是每個人都可以總是這樣的工作 因為其實這一行成功人不多啊 就是我們一次很明日啊 這一次 不可以不講 我們真的花很多時間都要工作 不過睡覺之後應該都要工作 反正懂的人就懂 不懂的人他永遠都在算 那我們什麼時候 多久沒約會了 大概是小孩子出生之後吧 沒有啦 他說如果工作也算是約會的話 上次是不是吃那個韓國烤肉 對 晚舊婚姻那一次 沒有啦 還有談空間的時候也是我們兩個去的 喔 如果那個也算的話 那就是約會 那就是不久前 所以我們今天難得約會 我們要享受把握一下 今天沒有約會啊 今天Double Date Double Date 今天有小三耶 兩隊沒有在約會的人 然後就出來一起工作約會 我們剛才點了一個天使紅蝦 滿大吃的耶 滿大吃的 可是吃這種吃到飽的燒肉 我覺得我最習慣的 還是點那種很薄的薄片 因為可能我們自己不太會烤 太厚的話 我們就烤起來就感覺不太好有 太厚嫁到 那你今天吃起來 你覺得你最喜歡吃的肉是哪一種 壽司 他居然吃了四個壽司耶 可是我吃到第二盤 我就覺得有點多了 到底誰會來這邊吃那麼多壽司 我自己是喜歡他那個薄片的和牛 他蒜頭口味很棒 超蒜 他一大坨蒜 然後剛才新店餐廳 你還點了一個很特別的 是這個 烤蒜頭 他直接像是在下面煮的感覺 我覺得這也很好吃 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準備要來吃甜點 我們還有甜點 應該要不要吃那空空的 老爸他們有拍一隻 吃燒烤的影片 他們比較專業啦 我們就是隨便吃 他們有介紹些燒肉 我們有打醬油的 我們有很專業的介紹一些複食 我覺得他的東西算多的耶 因為很難得可以點到眼花撩亂 如果你帶小孩來吃的話 不怕小孩沒有東西吃 大人可以吃吃燒烤 然後小朋友可以點複食 我覺得這是一間很適合 三歲以下小朋友來吃的燒烤 因為他除了三歲以下不用錢之外 重點是三歲以下他有東西可以吃 有點看起來很便宜 可是就是說真的 因為如果是以往我們帶兩個小朋友去吃燒烤 我就會覺得他怎麼都只有肉 所以壽司存在是有他的道理的 你不要嫌棄壽司 甜點來了 來囉 感覺看起來蠻厲害的耶 它是抹茶紅豆的 抹茶一定要配紅豆 真的是經典耶 你喜歡耶 這裡喜歡耶 它的紅豆也沒有到棉 它就是刻意抓很清楚 其實我比較喜歡吃這種一顆一顆的 我不喜歡它打得太綿太碎 但是他一個人只能點一份 就不是吃到飽 所以如果大家來吃的話 記得最後留一點味給他 下面還有玉米粥片 玉米粥片 玉米粥片也是我很喜歡這個冰淇淋搭配 這裡還有麻糬 紅豆麻糬 你看 100分的甜品 吃完了 媽媽喝醉了 開玩笑的啦 妳喝幾杯 兩杯而已 我喝兩杯 它最近真的是 我覺得廣告打得蠻好的 網路上都有很多分享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來體驗一下 它就在台北車站微風的二樓 天時地利 人和交通便利 又方便到這邊 然後隨時又可以走 然後隨時又可以走 他們的價位雖然是有落差的 可是我覺得 如果你是中午休息時間 來這邊吃一下一下 我覺得其實是很可以的 因為它有50分鐘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很趕好 想要吃久一點 你就早一天慢慢來吃 然後你想要 中午休息時間吃趕一點 你也可以來這邊吃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分享按讚喔 下個影片再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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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